温情遍万家 温情遍万家 好累啊 什么事啊 阿达你干什么啊 一回来就躺在这儿说累 对啊你看看他啊 上气不知霸气那样 你拿的士啊以为带来来 你真的不是啊 老爹啊 什么事啊 你不要折我好吗 你不要折我折你了 车子坏了嘛 我从地上一路撑上来 那就是上气不接下气 车子坏了 我买菜的时候还好地地 什么时候坏的 对啊我回来的时候 我还在管理处那里问过 又说已经找人来做好了 还没做好吗 就是没 你累到我走一趟死的 那不怪得了 哈 不过好像老爺醒过你了 嘿嘿 什么呀 老爹又怎么醒发啊 至少老爹就没你那么夸张 一回来就猛地挨累 还躺在这儿呢 不用说 我连气都不喘下 怎么钱你呢 谁都病我还是年轻的 哎呀 老爹啊 你说错了 我说错了 我现在叫做中年 啊 还年轻啊 喂 你老爹我啊 都还没认老啊 啊 你现在是这样 离不离谱一点啊 还不如你到我这样的年纪 那时候 起不时啊 上几级楼梯 就已经不能动了 是啊 又会这么没用的 好像微老先衰 哎呀 你都这样说我 是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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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fit 对啊 老爹 不要那么照顾 你刚才不是上几级 就休息多休息 那当然气都不吹喘了 你说笑好了 你老爹我啊 不会那么水肥的 我一条气地撐上来的 真的啊 想不说 不过 啊 你爹我呢 就 醒目点 不过呢 就因为为什么呢 你爹那么醒目呢 都是因为全内 神运所赐的 朝朝行山 做运动 体力都好点 嗯 又是啊 阿达 你看老爺多精神 嗯 遲下更好啊 我打算跟个朋友 学气功 啊 学气功 是 气功 我听人说 学了气功之后呢 不止可以强身健体 而且还可以支白臂 而年益仇 如果练得有这么多火候呢 哦 还可以练出特异功能 啊 喂 老爹啊 你千万不要乱搞啊 什么乱搞啊 不要这么多事情搞啦 有人说 如果你练气功的方法不正宗呢 就会走火入魔啊 嗯 啊 你那个朋友啊 到底是哪一门哪一派啊 你跟我一定 我个朋友是正宗气功师傅来的 哎 总之你小心点啦 行了 我有分数的啦 你想想你自己吧 你啊 由朝到晚 屈住一间的士里面 没了运动 不行的 是啊 哎呀 老爷说得有道理啊 你要想想他啊 达 想想他啦 好了 啊 为了避免微老鲜衰起见 一于啊 得起心肝 做回下这些运动才行 呀 回来 各位早上 娘打來了 早晨 你今天早了 還叫早晨 我和七嬸都做完一輪早操 現在才來 我今早睡眼了 其實我上到半山了 都已經差不多做完運動了 弄得我上去不接鞋 鬼死那麼累 不管得那麼多了 休息一下 七嬸,你也過來坐一下 好好好 反正我都開始有點累了 讓我陪你坐一下 你們那麼水皮的 動兩動就叫累 看看我還可以耍幾招 唉,是了是了 知道你聰明了 讓你自己一個恩威了 那又怎麼說呢 唉呀,唉呀,唉呀 怎麼變得那麼陰 唉呀,也免得跟你爭 我怎麼這麼好戲 唉呀,原來你沒有我這麼好戲嗎 唉呀 那別說我不關照你了 不如你去練習氣功吧 好東西來的 唉呀,你又知道好東西? 我當然知道了 我自己都在練習 唉呀,如果你們都有興趣的 可以一起去吧 那個師父是我的老友寄禮 信得過的 噢,難怪阿猛這麼下嘴頭啦 原來你想幫你的朋友宣傳 嘻 我的朋友都不知道幾個徒弟呀 收到不想收 如果不是見一場老友呀 我都沒有份呀 那我又需要幫他宣傳呀 嘩,是不是呀 真是這麼厲害 這麼多人學的嗎? 唉呀,都說好東西來啦 當然是多人學啦 喂喂喂,醒白呀 嗯? 怎麼練氣功真是這麼好的呀? 是呀 沒有花沒有架,沒有騙你的 不過,照我的師父說呢 他就勸我們千萬不要對氣功這件事 有太多的幻想 那即是怎樣呀? 是呀,是呀 有些人不是說 學了氣功之後呢 就可以治百病 長命百歲 還說可以有特異的功能呀 是呀,是呀 起初我都以為是呀 誰知道我去上了第一堂 怎樣呀? 我的師父呢 就叫我不要這樣想法 嗯 他說 如果只是為了得到些什麼特異功能 而練氣功的呢 那就好容易走火入魔的呀 哇,哇 那豈不是很危險? 是啊 就叫我就是啊 嘩,那又不用怕 我還沒說完 哈哈 哈哈,只要我們不要亂想 當是做一般的運動那樣 那只為了強身健體的 那就沒事了 那也對的 其實呀 我們練什麼都是想練好身體的 嗯 難道真的想長生不老嗎 哈哈 好了好了 怎樣呀 有興趣的 下次我又帶你一起去 嘩,我的老友呀 教得挺好的呀 嘩,不用啊,七嬸呀 怎樣呀 嘩,你想學功夫而已嘛 看電視就行了 啊,是的,是的 我都看過那些節目的了 有些又教人打太極拳 又教什麼六通拳 氣功啦,感覺吧 是啊,是啊 嘩,又教我們做早操 又教我們跳健康舞 什麼都有 什麼要跟師父呢 這麼煩 那又是呀 起碼不用走來走去 節省時間先吧 還可以節省一些學費呢 又可以什麼都學齊 多好呀 七嬸呀 我們一於錄完那些節目 然後呢,一起練 好呀,好呀 都是好呀 喂喂喂喂 如果跟師父學 就穩陣很多的 嘩,什麼想得電視教的 一定是出了名的大師父啦 是啊,是啊 跟他們學就更好 是呀,但是你… 哎呀,你不用說了 呵,你想我們跟你的朋友而已嘛 不是呀 如果你們沒有這個意思 絕對不勉強你們 不過我免得將來你們練到半桶水而已 你以為呢 七嬸呀 將來我們練得比他才算吧 是啊,是啊 好,看一下點 好,看一下點 好厲害呀 竟然受到三十下獎勳呀 好聰明呀 是啊 還說他聰明呀 我說他離譜就真呀 是呀 你又不是大 還整個人趴在地上 阻礙你了 是呀 你經常知道 老婆呀 你又叫我做運動 現在又在這裡呃呃 我叫你做運動 沒有叫你去家裡做呀 是呀 你可以去跑步 或者行下山的嘛 哎呀,行山跑步呀 不就時間的嘛 現在不是很好 我回到來 什麼時候有空 又不是很累 這樣就可以做了 唉呀 又不用穿衣服 又不用出出入入 方便很多呀 唉呀,真來呀 有心做運動呀 就不要那麼懶呀 唉呀,怕阻礙你了 唉呀,別說我阻礙了 我起床做個別的樣子 唉呀 哦,爸爸做個別的樣子呀 啊,當然啦 我呀,真是有心想操練自己的 喏,你們看看這些是什麼 啥?啞鈴? 嘩,爸爸,你學人玩舉重呀 你行不行呀 你呀,別小看你爸爸 兩隻啞鈴仔算得什麼呀 你看看人家奧運呀 那些選手舉的那些呀 真是小毛見大毛呀 那又怎麼同呀 你怎麼可以跟別人比呢 人家那些是世界級選手 對呀 你呀,半級都沒有 對呀 你以前練都沒練過 對呀,爸爸 你想手臂有那隻老鼠仔 都不用這麼心急呀 我們阿Sir說的 無論練什麼都好啦 都要一步一步慢慢來的 嘩,爸爸要你教啦 嗯 行了,爸爸有分數的 其實啦 我們又不是要你練大隻 用不著玩這些東西呀 喏,你在這裡動手動腳就夠了 怎樣呀 難道我玩這個又不對呀 不是不對 不過你一路沒有玩開 忽然間捱到那麼近呀 怕捱壞你呀 怎會呢 我沒有那麼水皮的 對呀 爸爸,不如這樣呀 你試試去那些健身中心呀 那裡什麼都可以玩的 有些教練呢 教你訓練你呀 有人看著多好的 嗯 是呀,這樣也好呀 阿達,試試看 行了,行了 講來講去 你都是不想我在家裡做 阻礙你嘛 哎呀 就算去呀 都讓我問朋友哪家好才去呀 現在我自己練一下 不要你這麼好 哎呀,快點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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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很累呀 對呀 很累呀 灑過幾招的 哎呀 吸氣了 不可以了 要坐下歇著才行 好呀 坐下 唉 唉 喂 良太啊 蛤 我們今天已經練了很久了 不如先練習這麼多吧 哎呀 不行啊 昨天錄那些都做命 練得完 休息一下就行了 哎呀 不過了 不過了 為什麼錄了 留下翌日才練都可以 一天練那麼多 我不行了 怎麼搞的 那就不練 我們還有很多東西還沒學的 梁太太 說真的 我們現在什麼都練一下 這樣行不行啊 為什麼不行啊 有什麼不妥啊 有什麼不妥我就不會說了 不過我都沒見過人家 好像我們這樣練法的 哎呀 我呀 計了條數的了 我們學這麼多派功夫 練多點東西 學多點東西 得回來的好處一定比人家多的 是不是這樣計法的 當然啦 你相信我啦 總之練完就沒有錯了 再說 看電視就什麼都學了 又不用給學費 多划算啊 咦 我們呀 反正都預什麼都學的 為什麼不練完它呢 這麼吃虧 聽你這樣說 好像又很有道理那樣 不過要我練那麼多東西 我真的搞不定 哎呀 不會不行的 跟著照做而已嘛 怕什麼啊 哎呀 我們又回不上年紀了 你還好像年輕人那樣 不懂寫個累字啊 哼 我都幾十歲人了 周身痛啊 你看我現在好像散了 那怎麼可以練那麼多啊 喂 怎麼搞錯啊 我們剛剛才開始啊 你就說周身痛啊 是啊 是啊 你說我沒用 我也是這樣說的啦 我不敢一口氣練那麼多東西 一天練一些就算了 哎呀 怕了你啦 既然你說不行的 我也不勉強你啦 總之你練完練 別太薄了 因著自己才好啊 哎呀 不行的 哇 厲害 這裡的空氣啦 真是特別清新的 上來走走走真的舒服了 哎呀 哎呀 這裡的空氣啊 天天都是這麼好的啦 你現在才知道的嗎 哼 我不是現在才知道 我時時都知道的啦 不過我兒子不知道而已 叫他跟著我上來神運 他又說情分多疾 哎呀 是這樣的啦 聖霸 我們上了年紀 又說不用睡那麼多 那些年輕的又怎麼肯不早起床啊 是啊 你又是老土點的 真的啊 兒子都不小的啦 難道還要他經常跟著你嗎 是啊 聖霸 莫說你兒子 就算你孫也不肯啦 好啦好啦 你們別拼我 我也是為了他們好而已 哎呀 又說他要操心自己 哦 他嫌自己不夠健康嗎 簡直不夠健康啊 上幾階樓梯都氣喘喘 走多幾步路都說不累 就好像你們現在這樣啦 喂 怎麼搞錯啊 又抓我們來講話了 是啊 是啊 那現在是嘛 看看你們兩個東西啊 朝朝上來這裡都是氣喘喘的 是啊 你沒有嗎 有嗎 有沒有 你們自己看一看就知道了 講開又講啊 那看起來 醒發真的好像好一點 那好像好一點啊 簡直是好很多啊 是啊 真的 是啊 那你那些氣功又練成怎樣 表現良好 連師傅都說我跟得不錯 現在我的精神體力都不知道多聰明 做起事上來特別聰明 看起來又真的挺好啊 不直接好嘛 看起來而已 你們自己對著電視機又練成怎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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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總之不差得過你了 真的嗎 看起來又不像嘛 好 我馬上耍幾招給你看 對 給他看 哎呀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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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i斬馬 哎呀 像模像樣的 看起來了 你看一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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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哪一家的功夫來的 那麽用力的 我們每樣都要學一會 梁太太 更厲害 每樣都練到加零一 他更... 喂喂喂 喂喂 有什麼 怎麼了 怎麼了 為什麼 怎麼了 捱著 喂 梁仔 哎呀 糟了 他病都傷了 看醫生了 好好 來來來來 紅太太 怎麼樣 好一點吧 好一點 我這麼辛苦 那就好了 剛才真的被你嚇死我們 是啊 要搞到入醫院 我都不想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還說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上次也為什麼 是啊 是啊 醫生 是啊 醫生 我什麼時候可以出院 你在這裡休息多一天 讓我們觀察一下 如果沒有什麼事的話 就可以出院 醫生啊 醫生 他是什麼病 他最近做了過量的運動 所以搞到體力不知 過量的運動 是啊 我知道很多老人家 都喜歡練拳 耍劍 當做運動 本來也是一件好事 對 不過做這些運動之前 要留意幾點 哦 是什麼 第一 最重要是要量力而為 嗯 剛才我詳細問過梁太太 原來他這陣子 又練夜又練 又打拳 又耍劍 又跳舞 他練得太多了 啊 梁太太 你這麼拼幹什麼 我想練好一點 其實一天練一點都可以 練得多反而傷身 最好是因著自己的體力來練 千萬不要強勁來 是啊 如果叫我強勁來 我也不敢 只會自己辛苦 不行的 還有啊 無論練什麼功夫都好 做之前 一定要留意自己的健康情況 嗯 如果有心臟病之類的病 千萬不要做劇烈的運動 嗯 如果不是很危險的 哦 不過最重要呢 就是要記住 依照正確的方法去練 是不是呢 是不是呢 我早就已經和你講過了 好像有些人說 對自己的電視學 其實不是說不好 不過 你只可以跟表面的功夫去做 喏 那個師父出多少力 你自己用的力又對不對 這些你全部都不知道 那如果做錯了 又沒有人指證你 所以呢 最好呢 就是正正式式跟的師父學 是不是呢 梁太太聽到了 都說了叫你跟我找師父學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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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就知道了 你這麼煩的 哎呀 我以後都不練了 哈哈 那又不用說不練的 以後陰住來練就行了 喏 你現在先休息一下 我要過去看看其他病人 好 謝謝你 不用客氣 唉 好了好了 劉太 我們也不妨礙你休息了 是呀 你先休息一下 我們走了 我幫你通知你的女婿 好 謝謝你 好 拜拜 拜拜 聖伯 聽醫生這樣說 不如我都跟你的師父練習功了 穩陣一點 聖伯 你介紹我 好 好 爆在我身上 那謝謝 什麼話 聖伯 你看你兒子和媳婦 咦 是呀 他們來醫院做什麼呢 喂 阿達 阿達 家嫂 啊 做什麼 聖伯 聖伯 你們又來這裡 他 做什麼 聖伯找個啞鈴 扔到自己的腳上 弄傷了 哎呀 阿達 別這麼討厭 對呀 弄傷了 你看看看看 小心啊 小心啊 你看看 整個都好像豬蹄 哭哭哭 真的 好爹 不用這樣 一時不小心 說了你呀 無論做運動也好 練什麼也好 一定要小心啊 不然就會弄巧反絕了 是啊 還說練大隻一點 現在他的腳已經夠大了 十足十黃腫腳 不消題啦 不消題啦 龍巧反絕 黃小鳳監製 吳偉榮天道 楊敏天爵 並且有陳炳頭 林有榮 朱萬子 羅嘉玲 譚翠蓮 馮瑞珍 傅青偉等聯合播演 並在經已播放完畢